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我的北京还有我的文化是比较西方的味道 我来亚洲来中国台湾时间长一点 但是你会有一些的部分会习惯 但是你不会忘记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看大岳啤酒的历史 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回头看过了时间 说很清楚那个路上都是故意的 你知道吗 但是其实说我们刚开始在家酿造 是因为刘芳想我找一个爱好 还有我们去找第一个大岳啤酒酒吧的面积 是因为我们厨房不够大 豆角胡同六号是大岳啤酒开始的地方 那我们虽然之前也酿过啤酒啊 也已经开始创建大岳的这个品牌 但是真正说让这个品牌去扎根的是这个豆角胡同六号 我对它有非常深的感情 直到现在的话也是我们大岳这几家店里面 我和泰山个人最喜欢的一家店 因为它藏匿于就是这样的可能是北京最中心的地方 但是它可以隐蔽的非常非常好 中文有句话叫酒香不怕相子深 然后我们是真正第一次体会到大家会愿意为了一杯好酒 然后在这附近迷路两个小时 因为胡同里面实在是错综复杂 太难找了 从最早找到它 它是一片荒芜之地 除了这个房子 一百多年的房子 没有人照顾 荒芜之地就完全是荒草重生的地方 到后面渐渐的有了人气 所以我们希望在大岳啤酒的能力范围内 能够尽量地照顾好这个地方 大岳啤酒那个大岳 看的第一次听到是刘芳爷爷说 我们一零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 就是继续在我们前工作的行业 还是变成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确定想换到新的行业 金养啤酒的行业 我的父母还有刘芳的妈妈很生气 他们看我们很笨 大学毕业硕士毕业 那么多的经验 今天兴趣那么高 想变成到一个酒吧的管理 他们不懂 金养啤酒是什么 大岳跟这个院子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系是 我们的啤酒 也不是一般传统这么无聊的啤酒 我们加了蜂蜜 我们加了花椒 我们用当地的麦 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本土 跟这样的历史感我觉得特别大 很新奇又很和 很多人进来大岳啤酒 他们看我们的酒单 有那么多的选择 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是做金养啤酒 在中国应该用本地的材料 所以当然包括中国的玛雅 中国的啤酒花 但是最有意思的部分是 就是中国的花椒 肉桂 肉桂 麻椒 这样子的很本地的口味 北京 北京其实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 我刚来的时候 其实大岳的客人还是以外国人比较多 那随着之后 然后到现在 其实中国客人的比例 其实基本上现在已经超越外国人 制酿啤酒 金酿啤酒 其实认知是比较少的 因为在中国 还没有那么普遍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老东西 包括在台湾的时候 我也常常去台南 去摄影 去看一些百年的建筑 那我在台南也住过一段时间 那也住在那种很老的房子 所以我当时来到六号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种亲切感 而且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 因为从马路走进来 这个胡同的巷弄 已经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再进来这间院子的时候 我只能说这个热血沸腾 为什么 因为就历史感 我觉得应该是历史感 我叫你化了